养猫不一定要富有 但一定不能懒 以下五点再懒都不需要做 不然吃亏的是自己 1.如果你要猫咪上场睡觉 那你床上有多干净 取决于猫杀棚有多干净 取决于你家地板 床底 沙发底有多干净 因为猫咪会大处乱跑 所以养猫的人要比一般的人打扫更加勤快 2.每天都要产猫屎 半个月左右彻底换一次猫杀 减少细菌滋生 3.每天都要给它倒水喝 还要洗猫网 4.每天会在隔几天就要给猫输猫 不让猫猫到处飞 还会舔进猫肚子里面 引发兔猫球 5.定期要陪猫咪玩游戏 不让她的精力无处释放会搞破坏 玩游戏的频率 取决于你家猫的活泼程度 那有人说 哇 养猫那么麻烦为什么还要养 其实当你看到这么门的动物 天天向自己撒娇的时候 你就知道一切都是值得的